谢贤和第一任妻子珍珍分别45年后首次见面 说的第一句话不是好久不见和久别重逢 而是你有没有爱过我 就在这个女人犹豫愁愁期间 四哥再次握住她的手 我是你的初恋 我是你的第一任老公 眼里满是期待和渴望 直到珍珍回答道 当然爱过 如果没有怎么会嫁给你 谢贤脸上才算有一个不一样的笑容 据说当年离婚时 谢贤经常半夜跑到后山日日痛哭 想来是真的爱过这位发妻 而能让谢贤如此念念不忘将近半个世纪的人 自然大有来头 娱乐圈中美女无数 但唯独琼瑶手中的女子最楚楚动人 林青霞就是如此 琼瑶说还没有遇到第二个可以和林青霞媲美的女子 在咽压群方的林青霞看来 女星珍珍才是她的偶像 无论是颜值还是演技皆为上品 即便是珍珍的出身 放到现在的娱乐圈 不说是顶级名媛吧 最起码人气比得过杨幂 颜值比得过范冰冰 可以说在红毯和拍照这方面 珍珍才是真正的红毯女王 范冰冰不过是毛毛雨罢了 珍珍原名张家珍 1948年出生在北京 祖父和父亲都曾是高官 家境十分显赫 母亲张凤在当时是十分著名的演员 父亲张祖奇年轻时 简直就是年轻版的胡歌 再加上母亲张凤的绝代风华 珍珍一出生就拥有了很多人 难以企及的很多东西 颜值 出身 以及智慧 在17岁那年 珍珍还在享受着家人的万千宠爱时 谢贤考进电影公司训练班 把拍电影赚来的钱补贴家用 是兄弟姐妹学费的主要来源 枯燥的赚钱生活里 一个风华绝代叫嘉玲的女同学 走进谢贤的生命 荷尔蒙的刺激下 荧幕里的剧情中 狼才女帽健 两人成为彼此的初恋 一谈就是12年 两人的感情已经接近于亲人 但还是分开了 而这时珍珍生命中 另一个重要的男人 著名作曲家刘家昌 还在颠沛琉璃中讨着生活 甚至根本不会想到 自己的命运 会叫一个叫珍珍的人 就此改写 1963年 大导演李汉祥公开 和香港哨师闹饭 来台湾大张旗鼓地 组织国联公司 大肆甄选演员 也是在这个时候 李汉祥 刘家昌 和珍珍 谢贤之间的情缘 有了不一样的命运纠葛 李汉祥为了捧红珍珍 给她取名了珍珍 意为珍显出来的珍宝 一方面觉得张家珍 这个名字过于小气 另一方面也显示 对于她的重视 在那个镜头不算普及 美人凤毛麟角的时代 珍珍就像是镜头里的宠儿 李汉祥身边的所有工作人员 都夸赞她 最好拍 怎么拍都好看 李汉祥说 她就是天生的演员 蓝情会性 双眸寒水 波光练艳 世间怎样的美好词汇 夹注在她身上都不为过 在灯红酒绿的娱乐圈 珍珍从未迷失自己 即便有人追求 但全然拒绝了 一直保持着单身状态 而这时候的谢贤 正和大美人萧芳芳打得火热 萧芳芳是谁 悦人无数的王晶是这么说的 你心目当中演技最好的女神是谁 在我眼中 第一名永远是萧芳芳 1969年 19岁这个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女子 轰动了整个娱乐圈 而在演技和颜值上 能够与之抗衡的只有谢贤 朝夕相处 阴系生情 很快这对萤幕CP变成了现实CP 一个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情场浪子 一个是家教严格的高知女神 仅仅一年 两人就分道扬镳 这时候真真想不到 自己的初恋会是情场老手谢贤 而且还会为了她做出忤逆父母的决定 一心追求自己的刘家昌 娶了自己的闺蜜后 成了自己生命中永远的孽缘 长久的岁月中 刘家昌不止一次对真真表白 大都被真真无情拒绝了 不知是为了打消刘家昌的死缠烂打 还是出于自己的好闺蜜 太喜欢刘家昌的原因 真真直接做起了刘家昌和江青的红娘 还直戳了当地说了一句 你必须喜欢江青 不许喜欢我 否则我们以后连朋友都做不成 不知是出于听话 还是觉得女神终究不属于自己 1966年 刘家昌和江青结婚 还生下了儿子刘继鹏 在刘家昌的内心 似乎仍旧对真真念念不忘 结婚后疯狂输出作曲 为的就是有一天能够配得上真真 1971年 在电影题序中 硬是把乖乖女真真捧成女主 而男主角是花花公子谢贤 谢贤的泡妞功力不用多说了 相差49岁的coco都能成为她的尺中之物 情斗尚未初开的真真又岂能不被迷惑 在真真和谢贤从电影里挨到荧幕外 双速双飞的时候 刘家昌还在为了能否配得上女神而不懈奋斗着 仅仅四年 1500首歌曲 还创造了唱片界百万销售记录 除此之外 他还指导了25部电影 可谓是收获颇丰 让他想不到的是 就在他埋头苦干的时候 女神真真早已和谢贤双速双飞了 恋爱谈了三年 出于身份原因 两人不能结婚 更重要的是 真真的母亲对这段感情十分反对 他认为花花公子谢贤 完全不值得托付终身 但真真心意却已缺 1974年 已经38岁 想要安定下来的谢贤 找到一位婚姻登记处的朋友 让他们从后门进去 悄悄办理了手续 又从后门走掉 原本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事情 谁知道第二天的报纸 嚷嚷的满城风雨 只因当时在香港登记 是要登报公正的 而真真的妈妈 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才知道女儿已经结婚的事实 与此同时 同样以这种方式知晓的 还有著名作曲家刘家昌 据说举办婚礼的时候 真真的母亲张凤 出于愤怒 坚持没有出席他们的婚礼 刘家昌德之后心碎不已 但又十分不甘心 直接在媒体上表示 谢贤是后面才来的 是他插足了我和真真之间的感情 真真结婚之后 我觉得活不下去了 觉得自己特别失败 所有的工作我都无法用心做下去 动不了 果不其然 在他们结婚后的第六天 刘家昌就开始行动了 谢贤和真真新婚六天后 在谢贤家门口 守了一天一夜的刘家昌 终于等到了真真一人独自出门 抓住机会后 他就忍不住上前 倾诉忠诚 没有你我活不下去 之后只要真真去哪 刘家昌就跟去哪 这让谢贤和真真都倍感压力 这件事就像公开的事实人尽皆知 结婚三个月后 真真收到琼瑶的邀请 回到台湾拍摄一脸幽梦 这使得刘家昌动用自己的一切人脉 追求真真 谢贤看着刘家昌此番举动 执意要他回香港 但真真觉得 合同都签了 劳筹都收了 怎么能返回 于是两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 可能是出于爱意和挽回 矛盾激烈之时 谢贤脱口而出一句话 那我们就离婚吧 真真一时脾气上来 离婚就离婚 每当回忆起这段时光 谢贤都会说 有个男的一直追求他 不放手呀 媒体又兴风作浪 整个台湾都在帮着那个人 最后没办法 我心里太哭了 1978年 刘家昌终于如愿一长 带着真真远走美国 这一年 谢贤凭借进入TVB的第一部电视剧 《消失一郎》 成为全港第一梦中情人 这使得真真不会想到 自己心心念念的爱人 刘家昌会是一个魔鬼 撕破脸 户破脏水 对破公堂 当初的誓言都成了打脸的巴掌 和刘家昌远走美国结婚后 真真退出娱乐圈 刘家昌也放弃了自己多年的事业 两人在美国开了一间不大的超市 日子过得还算亲密 婚后真真负责衣食住行 刘家昌就像个甩手掌柜 可惜生意没做好 日子也没做好 儿子刘子谦出生后 两人仅仅过了一年就离婚了 但为了儿子的成长 两人始终都住在一个家里 这个秘密一直到2015年 对破公堂才算真正曝光 就像真真说的一样 演了30多年的夫妻 连自己都忘了 真真和刘家昌好日子没过几年 刘家昌就染上毒瘾 甚至一次比一次严重 真真觉得自己看着眼前的刘家昌 这么下去很有可能会露宿街头 多次劝说 但始终没有回应 无奈之下 在儿子一岁时选择了离婚 可能是得到了就不珍惜了 刘家昌辛苦多年的圆满生活 还是被他一手毁掉了 2017年 刘家昌突然在社交平台上 公然辱骂真真母子 言语极其热度 口口声声说 吃我的穿我的 还要和我作对 原来刘家昌一直在干涉 儿子刘子谦的音乐事业 甚至还强迫他做出一套 刘家昌风格的专辑 但刘子谦有自己的音乐爱好 以至于面对音乐 刘子谦看到吉他就开始反味 多番对博公堂之后 刘子谦甚至把名字改了 跟随母姓 试图和刘家昌断绝关系 谁也想不到 曾经追求了多年的白月光 却落得如此丑陋的下场 而谢贤这边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和迪波拉结婚后 生下一儿一女 原本是人生美满 奈何谢贤风流不改 迪波拉另寻他处 谢贤也开始寻寻秘密 找他自己心爱之人 唯有珍珍在自己的婚姻中悔恨 2019年 珍珍参加一档访谈节目 主持人问 会后悔当初与谢贤的离婚吗 会后悔 当时就是太年轻气盛了 主持人又问 如果一切可以回到 认识谢贤的那段时光里 谢贤还会嫁吗 珍珍毫不犹豫的说 会嫁她是我的初恋 但是当时那次离婚 应该是不会理 那一年珍珍在新书发布会上 谢贤亲自前来助阵 而且毫不掩饰自己对珍珍的爱 我永远爱她 谢贤我永远爱她 珍珍回应 我非常非常感激您对我的爱 我会永远珍惜 但这段爱只能藏在心里 现在的珍珍唯一的依靠就只有儿子 2021年 珍珍因为脑衣血住院 全程只有儿子陪在身边 即便是身边最亲近的弟弟妹妹 她都没有告知 而这不是珍珍第一次住院 早在2017年 珍珍就因为在家中的楼梯摔落 脑部有血水 医生给她替发做手术 2019年7月 还因行政太满 导致过于劳累病倒 不仅呕吐还手脚发麻 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 整个过程也只有儿子陪在身边 都说红颜薄命 真正的一生颠沛流离 经历过真正的爱情 也看到过最真实的背叛 好在还有一个最亲的人陪在身边 也算是劳有所益 婚姻是需要经营的 更需要维护 不能因为自己一时的情绪做决定 情绪使然的当下可能是精深愉悦 但持久的生活才会浮现真正的答案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选择一个人 不光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 而是选择了一种人生 人不同 人生不同 人生不同 遗憾或欢愉 天差地别